第八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认识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呢 它的产生和发展是金融创新的一个结果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美国花旗银行推出的一种金融工具 那么它在推出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60年代初的时候推出的 它最主要是为了应对当时美国实施的那个Q字条例 那么Q字条例呢 是针对着在30年代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大危机以后采用了这个Q字条例 因为在30年代大危机过程当中 美国大量的银行破产倒闭 使得人们呢 对于这个银行的这种金融的范围要不要有限制 包括呢 对它业务的这个范围要不要有限制呢 引发了一场大的讨论 那么讨论之后呢 人们认为呢 对银行应该呢 严加监管 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对银行的业务种类也进行了限制 那么这种限制是我们理解这个大额科传定期存单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包括美国在一段时间 它对利率它也是有管制的 其中特别重要的是 对各类的利率呢 它都是一个是分类 一个是有上限管理 比如说 在美国呢 它基本上是分为活期存款 这是一大类 活期存款呢 是可以开支票 但是不能复息 是无息的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属于这个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呢 是可以复息 但是不能开支票 定期是可以复息 但是不能开支票 所以这样呢 对于这个银行来说 它实际上对它的负债业 我就产生了一个制约 那么换句话说呢 从银行的角度来说 限制了它很多的负债业务的开展 那么因为什么呢 因为客户选择也很难受 我要流动性 比如说我想要开支票 我能够及时支付 我有一个很好的货币流动性 那我就没有收益了 是吧 我要想得到收益呢 定期存款 没有流动性 不能开支票 所以对客户来说 也是比较麻烦 因此正因为这样的 所以引发了一连串的金融创新 后面我们在讲商银行的业务的时候 可能还会涉及到 包括很诸多这个存款账户的创新 像NARO账户 这个SuperNARO账户 等等 MMF等等 很多这个创新 其中呢 这个CD也是为了 规避Q字条例 所规定的这种业务限制 因为这种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它最大的好处 它是可以把活期跟定期 是等于是组合了一下 因为什么呢 你买的是定期存单 但一转让 可以转让 是不是就有了流动性 你否则要定期存单 你买三年 你只能持有三年 如果不能转让的话 是不是啊 但是我一让它可转让 那么这个定期存单 是不是就活了 它就有了流动性 而且对于购买者来说 大额定期存单 它的利率 是比较高的 所以呢 它的优点很突出 优点很突出 这是它的外在环境 那么大额定期存单 它的优越性 一个从银行的角度 大家可以来分析啊 你们一般将来我们说 现在小组同学 每个组都有一个讨论话题 我发现同学们也渐入家境 现在开始呢 这个分析问题的思路 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分析问题都要 都要找角度 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你比如说这个大额 和专业定期存单 它的优越性 我们先从银行 这个角度来说 首先它是大额 那么像最初 它规定是十万美金起 然后是一百万 五百万 都是大额 那么大家想想 是不是银行的一个 负债批发业务 它这样它就可以 而且又是定期 从银行来说 我只要这个存单发出去 三年的 这笔钱就三年锁定了 至于三年之间 它在别人之间那 跟银行没有关系 你反正三年以后 你不管张三首领 还李四首领 对我来说 这三年这笔大额的 负债物就锁定了 所以对银行来说 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 一个负债来源 它可以筹集一个相对 长期的一个可用资金 扩大它的负债业务 特别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扩大了一个负债业务 而且又相对稳定的 一个资金来源 所以对银行来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负债业务的一个创新 那么对购买者来说 它也是很合适的 我们刚才讲了 因为这种利率的 这种业务种类的限制 要流动性就没有收益 要想收益也没有流动性 这个矛盾我通过买 大额定期存单是可以解决的 特别是大家想 你作为一个大额存单的投资者 当你手里接受 这个大额存单的时候 你是很合适的 为什么持有者来说 它可以兼具流动性和盈利性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种投资的一个品种 这是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它的优越性 那么这个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正因为有这些优越性的存在 所以它在现实当中呢 具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功能 首先它是商业银行 调整流动性的重要场所 我们说商业银行的流动性 不仅仅是一个资产的流动性 它还要有一个负债的流动性 发行大额可转定期存单 是由谁发 银行发 对不对 所以发多少 包括期限的确定 和利率的确定 是不是都是由银行自己来 可以自主决定 所以相对来说 银行有一些主动权 所以成为了银行调整流动性的 一个重要的场所 那么同时呢 对商业银行而言 它在经营管理方面 引入了负债管理的一个基本理念 这种市场化的 证券化的负债管理 我们说过去的负债管理 主要是靠拉存款 拉客户 而我们说呢 事实上可以 完全可以通过金融市场 来进行市场化和证券化的负债 这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新的一些 负债管理的理念 大额可转定期存单 不仅仅是对银行 有很大的好处 而且对于所有有大额闲置资金的 购买人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运用方式 其中呢 因为它是大额 所以在国外 特别是在美国最初 做的大额可转定期 CD这个市场的时候 绝大部分是一些企业 通过企业呢 通过购买大额可转定期存单 我们说成为它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种公司理财的一种选择 因此呢 在美国的CD市场 有时候又被称之为 叫企业流动资金停靠债 这个词在美国的相关的一个研究文献当中 你们可以去查 称之为叫 大额流动资金的停靠债 就是说我比如 我销售之后 我有一笔钱 我可能只有15天 这个时候呢 我又想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 那么最好的 是不是就去买大额 大额买了15天 我可以把它卖出去 或者我去买那个 已经人家持有一段时间 有人在转让的 我来接手 接手以后 我还可以再转让出去 对吧 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流动性问题了 因为大额可专定期存单的 发行者是银行 所以它的安全性是有保证的 它是存单啊 这个存单实实在在的 钱存在银行里边 因此它本身 它比其他任何债券来说 它安全性都要高 这样呢 就是你转让 基本上是无障碍的 因此只要银行发 市场是很受欢迎的 就发行的可接收度是很高的 那么这样就为企业流动资金 它的整个的公司理财 特别是流动性资产的管理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 那么这也使得货币市场呢 就更加活跃 更能够发挥 它这种资金融通的这种功能 这种特别是资金 这种流动性资金的 这种管理的功能 那么咱们国家呢 我们也做过 大额可专案定期存单市场 并且呢 目前呢 正在运扰 重新来启用 大额可专案定期存单这个工具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 我们是从86年10月份开始 发行大额可专案定期存单 但是当时呢 品种呢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种 当时实际上是一个改革试点性的 最初比如说 广东87年的时候定期存单 起点是多少 3000块钱 那还叫大额吗 因此呢 这是第一个 第一点就出了问题 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额了啊 那么第二呢 不能转让 没有转让市场 所以我们大额可专案定期存单 我们就是被大大打折扣的 是被扭曲了的一个市场 只是什么呢 只是我们的利率比较高 当时的利率 都高于同期定期存款 我们在这里 到了96年的时候 倒是面额提上来了 到96年的时候呢 我们倒是提到面额一万块钱了 对居民一万块钱 对企业呢 是50万 但是因为没有转让市场 所以成了一个高级缆存的那种工具了 所以我们在97年以后 我们就停了 就没有再发 那么现在正在熨攘的 要发行的 同业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是个什么动议呢 我们说这是利率市场化 攻坚的一个步骤 因为我们现在想发的 就是我们设计的这个 同业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 是指的呢 是指的呢 在同业之间 就是银行和银行之间法 银行间市场法 那么这样呢 既可以发你也可以流通转让 而且呢 利息是固定的 实际上是一种 大额的协议存款类的 现在央行已经放开了贷款利率 贷款利率放开之后 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迫在 已经放在面前了 下一步就只有这个 这是最后的攻坚战了 那么我们又要考虑 利率市场化过程当中 又不能走得太猛 而出现一个失误 因为我们也老说 我们中国确实是乱不起 因为我们本身市场 又不是那么完善 市场机制不是那么健全 我们的抗冲击能力 无论是经济主体 还是我们的市场 都是比较脆弱的 所以确实我们中国的市场乱不起 所以为了更稳妥 我们先需要尝试一下 所以呢 考虑在银行间发行同业存单 相对来说风险比较小 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 试水利率市场化的一个 过渡期产品 那么以此呢 来推进存款利率的一个 市场化改革 而且呢 这种举措 它也体现了我们原来说 先贷款先放开 就是我们利率市场化 我们不有几个先几个后吗 是吧 其中最重要的是 先贷款后存款 就是先放开贷款利率 后放开存款利率 先大额后小额 我们先把大额放开 最后再把小额放开 这样呢 是一个比较稳妥的 渐进式的改革思路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 甚至呢 到完全放开 中长期的定期存款的 一个上付区间 所以将来我们可能 完全就放开 然后由市场化的力量 来决定市场利率 由同业工会的力量 来协调利率的这种波动 那么央行只是一个 调控和引导的角色 这是我们最终 金融市场真正市场化的 一个关键问题 因为如果不解决 利率市场化问题 我们说我们整个金融市场 都不是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 因为你价格不是市场化的 你不能说你这个市场 是一个完善的市场 这个是关于我们的 大额科传定期存单市场的 中国的状况 第九个问题呢 我们来讨论一下 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和原因 那么国际货币市场 我们上次在实际概念的时候 给大家讲 国际之间调节流动性 其中的最著名的就是欧洲货币市场 那么欧洲货币市场的产生 它是有一个特别的原因 我们首先呢来看看 什么叫欧洲货币市场 它是独立于各国国内的货币市场 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国际市场 就相对来说 我们说这个欧洲货币市场 我们有时候又称它为非境内的一个市场 比如说欧洲货币市场在伦敦 买卖的是美元 因此呢我们说 它实际上是独立于各个国家的货币市场 专门设立的一个国际市场 那么在这个国际货币市场 一般的来说 参与者他可以不受 哪一个不受本国的国内政策法令的约束 相对来说自由度比较大 而且交易的货币 主要也是一些国际储备货币 这个市场还不在这个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国本土上 是在外边 所以我们又叫境外的美元市场 比如说欧洲美元市场 亚洲美元市场 那就都在欧洲和亚洲交易美元 是那个概念 那么也可能同学 这为什么只交易美元 因为大家知道在国际的货币系统当中 绝大部分交易都是用美元来计价和结算 这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虽然现在也有用欧元 或者是英邦等等其他的 但是比重比较小 我们说欧洲货币市场 它现在成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核心 光是欧洲本身是金融市场发祥地 也是金融市场最发达的历史最悠久 最发达的一个地区 而且现在呢 欧洲货币上它因为历史的原因 它的交易量 它的影响力 它的吞吐量都是最大的 那么包括欧洲货币市场的这个利率 也是大家最关注的 它表明了国际流动性的 这么一个态势 那么目前呢 欧洲货币市场当中 最主要是三个部分 我们说欧洲货币市场 它是一个整体 欧洲货币市场呢 最重要的是三个部分 一个是伦敦同业拆解市场 那么伦敦的同业拆解市场 不仅仅是它本国金融机构 最重要场所 也成为欧洲货币市场的一个核心场所 所以这个Libre为什么那么敏感 它不仅仅反映了伦敦的这个 因为伦敦是最老的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它也反映了整个国际货币市场的 一个流动性的一个状况 那么第二块呢 就是欧洲票据市场 包括呢 欧洲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 大致上是这三块 那么其中比较活跃的呢 是除了伦敦同业拆解之外呢 主要是欧洲票据市场 那欧洲票据市场上呢 最大量的是这个票据发行便利 那么它主要是信用等级比较低的公司 在这个欧洲货币上筹资发行的一种重要方式 通过这种 包括银行成对以后 这个承诺成对以后呢 它在市场上流通还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是欧洲货币市场 那么欧洲货币市场 我们说它的产生 一个是政治因素导致了欧洲货币市场的诞生 特别是这个我们在教材上呢 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介绍 欧洲货币市场的前身是欧洲美元市场 然后欧洲货币市场发展呢 它最主要的原因 应该说是两个两块 但它有很多原因 包括比如说欧洲的这种 这个市场条件的成熟啊 市场机制的完善啊 投资者相对理性啊 等等之外 最主要的发展原因 一个是美国的金融管制政策 因为美国在二战之后 它对于银行业的 对于金融业的管制是比较严格的 那么我们也前面讲了 这种严格是起因于30年代大危机 之后呢 美国实施了非常严厉的金融管制 在Q字条例下 非常严格的金融管制 但是呢 美元又是一个世界货币 特别是布列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后 从50年代开始 美元开始从美元荒 变成了美元灾 那么后来呢 因为美国它也奉行凯恩斯主义 它要想促进经济增长 那么它就得实行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膨胀性货币政策 这个两大政策一时是 美国经济是上去了 可是与此同时带来了 美元发行量的剧增 特别是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这个在本土以外 它大量的流通 那么由于美元 它在美国呢 又是金融管制比较严格 所以境外美元的大量流通 逐渐它就形成了一个交易市场 它可以不受你美国法律的管制 往来进行交易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是美国严厉金融管制政策下面的 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产物 但当时这个产物主要是欧洲美元市场 后来发展到现在 为什么欧洲货币市场仍然是在国际货币市场当中 影响力最大的一个市场呢 因为它有着自身的一个利率优势 它的利率优势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它是不受任何管制 它相对来说比较自由 所以呢 欧洲货币市场的存款利率呢 相对来说跟其他国家下面 因为它没有管制嘛 它也不要交税 是吧 相对来说它都收益率比较好 所以利率优势比较明显 那么现在欧洲货币市场的发展 近些年来应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 它没到没有出现特别大的波动 那么这是国际清酸银行统计的 整个国际债券和票据的发行余额 那么除了受金融危机影响之外 它有点下 但是下调 但是现在还是在高位 这个呢 是跨国货币市场工具的规模 也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达到了高点 因为跨国货币市场工具当中 有一些衍生工具 我们在衍生工具市场当中 还会涉及到 金融危机之后 次贷危机之后呢 也有所下降 但是还是在高位徘徊 大家看看比这个 甚至比这个04年05年还要高 还是在高位的 那么这个呢 是欧洲货币市场的一个交易量 大家可以看出呢 欧洲货币市场 在次贷危机的时候呢 达到了一个峰值 然后呢 有所调整 但是仍然是在高位 比较高的位置徘徊 所以现在这个是欧洲货币市场 那么它在整个国际金融市场当中 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是咱们现在讨论的 关于货币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